下午的時候我不是已經吩咐過你 不用再查我戴家姐以前是博姓的事 尤其是我不想高長盛去知道 我在查她公司內部的事 所以也不需要這麼晚 再向我匯報些甚麼 明白的 其實我也不想這麼晚來找你 不過有些事我想要給你看 這一份是最近這幾天 詠信大股份的大額交投紀錄 很明顯是有人假裝不經意 其實是一個惡意的吸納給我們的股票 詠信大股份 每日的成交量都是差不多 是甚麼數據你會覺得人想惡意收購 本來我也不清楚 今晚我在外面吃飯 有一個老舍在一間很大型的 對沖基金那裡做的 有沒有記錄之效 被甚麼理由都漏出來 不過她很緊張 千燈萬燭, 說不要被人知道 照你這麼說 可信性也挺高 是 榮信大師有犯這個計劃 我們進行得很低調 照計不多人知道 照計是 或者不知道怎麼 這樣有些消息拿出來 有些人想運水就可以了 就是低價級高價房 又或者有人替我們賣股票 盡量惡意收購 知不知道會是甚麼人 又或者是甚麼財團 不清楚 不過做得這樣的人 一定會找基金幫忙 要查也不是這麼容易 對 你立刻幫我約 跟我們搞了私有化的Lawrence 他職位高, 收費工資又多 他一定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還有 這件事絕對不可以讓其他人知道 尤其是何先生 清楚 請坐 何太太, 近這幾天 凡有榮信大的股票上辦 不論他的價錢是多少 當然馬上有人掃貨 加上榮信大 本來他的貨在外面就不多 現在在市場上的流通量 剩下很少 那整個情況 一定不是散戶買 說來說去, 自己一個人在玩針對 你可否幫我查到哪一個人 不肯大大方方站出來說收購的話 就更加表示對方是有心潛水 他入貨的時候 一定是經過很多經紀或公司 如果要查 我想要再花點時間 股東大會日期我已經公佈了 我沒辦法再浪費時間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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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沒所謂了 我總以為走進你的天 對了, Q分有沒有說你? 高三? 沒有 對了, 尤三 知不知道高三找我什麼事? 我認識他 他前陣子還要我 介紹多幾個你的銀行家給他開市 想請你寫餐飯 不用說, 她分明有什麼搞錯 我還以為你都有份 還想替你扒下她這次想買了什麼 我昨晚回家幾乎吃飯了 但不知為何, 媽媽她有點奇怪 奇怪? 我難得回去吃一頓飯 又沒跟她頂嘴, 也沒說錯什麼 但她整晚都生氣了 你是不是不小心把我跟她說的事 告訴你? 大家姐, 你覺得有什麼理由 令我把你解結婚的事 告訴爸爸和媽媽? 我不是覺得你會這樣做 只是媽媽她昨晚… 自從媽媽下手下腳 幫爸爸搞卓美之後 她哪有一天的心情是好過的 做老公的, 總是要推老婆出去見人 為男人勞心勞力 有哪一個女人的面子好看? 媽媽是這樣, 你以前是這樣 我承認我現在也是這樣 所以拜託你不要再以為 我有時間、有心情 去告訴別人你的事 對不起, 可能是我自己敏感了 我不是說不相信你 算了 剛才你是不是跟Martin吵架了? 發生什麼事? 是高長城的 他失驚無神, 要跟我爭榮信達 你也知道, 榮信達是Martin的私人生意 Martin對這間公司是很有期望的 現在高長城不斷向我搶貨 而他手上呢? 他所擁有的榮信達股票 足以可以影響我私有化的計劃 這個計劃我已經部署了很久 我真的不想拱手相讓 那Martin打算怎麼樣? 你覺得我敢告訴Martin嗎? 高長城之所以在這個時候 混水摸魚 根本就是宋世基他在背後留了消息 當日宋世基把我們私有化協議 告訴Terence Martin已經叫我踢他出去 是我想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繼續留他在這裡 直至私有化如不為止 誰知道原來我養苦為患 如果讓Martin知道這件事 他一定會怪我 他一定會生我為何當日不聽他的說話 那不如我們不要去球場 回頭去休息一下 順便想想有什麼辦法解決吧 如果這個時候我快要躲起來 Martin會更加懷疑我做錯事 算了,大姐姐,我可以了 榮信達是Martin的私人生意 你出天坤的糧 榮信達的事你別管了 我懂得處理了,放心吧 要立刻看新聞女王 當然要去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費下載啦